赵丽颖含泪讲述和冯绍峰婚姻,她老是没事找事,婆婆一家还帮着她。 近日,有八卦媒体拍到冯绍峰去赵丽颖接儿子的画面。 冯绍峰身穿白色T恤,头戴于肤帽。 她看起来很低调。 不过网友们发现,冯绍峰整个人都变了很多,身材也长了不少。 她胖得连下巴和脖子都没有了,有一种中年油腻男的记事感。 近日,有媒体拍到赵丽颖和冯绍峰轮流带孩子的照片。 每次,赵丽颖都带着保姆带孩子,有时甚至亲自带孩子,与孩子培养感情。 但冯绍峰不同,几乎每次都是一个人走,把孩子远远地甩在身后,像是避嫌,生怕别人知道她有儿子。 像赵丽颖这样的女演员,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今天的女演员,实属不易。 有了孩子之后,赵丽颖既要工作,又要带孩子,还要应付公婆。 最后还有一个爱跟她吵架的情人冯绍峰。 正常人估计受不了。 于是,他们坚持不住了,最后还是离婚了。 或许,在婚姻中,真的需要彼此匹配,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。 否则,一段婚姻肯定不会长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